大家好 土工中国的事还真多 今儿个又听到一说法 关于习宝子到底怎样的方式 以怎样的形式 滚蛋的一个新的一个传说 我们本着这个造谣传谣不负责任 本着这个看人老不现实大的原则 跟大家扯吧扯吧 昨儿个就讲过 说这个 目前红二代呀 把这个曾庆红啊 当成中国共产党 第二个总设计师 第一个总设计师呢是 是邓小平 是吧 邓小平嗝了呀 那第二个总设计师呢 就是曾庆红了 为什么呢 因为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个人 互相不对付 完了以后呢 都想塞自己的人 最后呢两败俱伤 最后弄出一席包子 这个席包子是怎么弄出来的呢 当然就是总设计师曾庆红给设计出来的 是不是 本来没有席包子啥事 他就是搞搞女人喝喝茅台酒 这辈子就过去了 没想到曾庆红总设计师 设计了一个狗物理包子 登上了中国的皇位 结果搞得这个上海帮与团派 胡耀帮 胡锦涛与这个曾庆红 与这个江泽民 那绝对是两败俱伤 中国的有些事 有些个成语啊 是特别有意思的啊 什么什么什么 跟什么什么相争啊 什么什么 谁又是得利啊 这句话其实说得利不得利啊 很难说啊 其实中国社会啊 真的是从家庭到村里面 到到县里面到市里面 到这个党中央国务院啊 历朝历代 其实都他两个是屋里斗 这个屋里斗背后呢 是有一个下三难的人的啊 他自己认为自己这个博暖群书 以为自己聪明绝顶啊 这个胜不可测 总设计师嘛 你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 一个国家的历史涌现 用我们这些个下三难的 知识分子的解释 他就是个自发秩序 没有人设计 那中国社会 他为什么就是一个皇权体制 从秦始皇搞到现在 还是那么一票得下 他是整个民意决定的 我们称之为自发秩序 就像一个长江 他为什么是那样子 从那个西藏的青海那边流出来 然后穿过这么多省之道大海 而黄河为什么是九曲十八弯 是不是 为什么河中带泥巴 为什么呢 这叫自然的演化原则 制度的涌现也是一样的 那人类社会的国家的制度的涌现的 这个基本的单位是谁呢 基本的单位就是你和我 就是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构建起来的 这么一个民意的基础 我们称之为民情秩序 怎么是设计出来的呢 凡是有设计师的地方 这个国家就诸葛侮辱 因为设计师自认为高人一等嘛 郑小平为什么把中国好不容易 搞一改革开放 完了以后又弄了一六四 完了以后就自己打自己的脸嘛 是不是 你当年那么的被毛泽东整得死去活来 完了以后你到了中国的 一眼九鼎的位置 是不是 到了这个最高领导人的位置 完了以后 你还是搞这个毛泽东式的悲剧 甚至某种意义上 比毛泽东更臭不要脸 毛泽东至少没有直接拿着枪去 在天安门广场扫老百姓嘛 没有用坦克子碾压年轻人嘛 是不是 毛泽东他只是发动群众斗群众而已了 所以你想想 中国社会有个隐秘的这么一个悲剧 毛泽东当年把邓小平整得死去活来 儿子都瘫痪了 对不对 结果邓小平上来以后 还是最后搞来搞去 还是毛泽东那一套 甚至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极 对不对 习包子 习包子一家人被毛泽东整得死去活来 完了以后 习包子上来以后 所搞的这一套 又是跟毛泽东差不多 什么比毛泽东还有过之而无极 是吧 毛泽东至少没有把老百姓关在家里 你关关三年吧 没有吧 是不是 最多把你关在村里面 不可能把你关在家里面 不让你出门是不是 所以中国这个国家 他其实就是在这几个问题 你曾庆红 总设计师 中国的第二名总设计师 说现在红二代这边呢 开始反思问题 你要知道红二代里面有些人呢 还是有点了 老挂子的 王岐山 是不是 刘亚洲 这两个人 还有这个什么 刘鹤 他都是红二代 还有这个 刘云 都是红二代 尤其是刘云 尤其是刘鹤 刘亚洲 王岐山 还有这个 以及在监狱里的任志强 还有好多这样的红二代的人 他们其实是挺有眼光的 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 采访了好多这个牛逼轰轰的红二代 是不是 比如说以前招商局的局长 完了以后这个招商银行的幕后的最大的老板 是不是 所以我都采访过 那个知识 那个眼界 那个见识 那对现代化的理解 对制度的理解 情小 那绝对是比什么 很多人都强太多了 要强两个世纪 真的 又能怎么样呢 是不是 但是他们都知道的 所以他们现在说把这些个事啊 都塞给这个曾庆红 说习包子把这个国家搞成这样 就是你曾庆红 瞎他妈设计 是不是 你不行 你是红二代的带头大哥 但是你有责任 说曾庆红现在是压力挺大的 要被历史的骂名的 所以呢 他最近说是与温家宝 温家宝不是红二代吗 温家宝不是赵家人吗 说现在赵家人的领头大哥 和这个草根派的带头大哥 两个人 也就是曾庆红和温家宝 两个人联手起来 要搞事 要提出的一个方案 说现在中国昨天讲过嘛 中国的问题出在哪 出在经济 经济的问题出在哪 出在政治 政治的问题出在哪 出在习近平 习近平的问题出在哪 习近平的问题出在 曾庆红 把矛头指向曾庆红了 所以曾庆红急了 知道自己背不起这个历史的骂名 说愿意与这个温家宝联手起来 把习包子请大神一样的 给请走 说想了一折 说要按照这个胡耀邦下台的模式下台 胡耀邦下台有一模式的 胡耀邦当年是党的总书记 是邓小平的爱将 邓小平呢 受到这个党内的左派的攻击 搞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 是不是 邓小平保不住 最后呢 就是发动这些个老东西 批斗这个胡耀邦 所以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啊 历史充满了屌诡啊 充满了一种你剪不断 你还乱的一种这个窝里斗的情节 当年胡耀邦被一帮老东西批斗的时候 叫的最凶的是谁呢 是薄一波 是薄一波新来的爹 是不是指着他的鼻子骂 其实邓小平的陈云 那你先念的这些人呢 不知识的 就是薄一波 薄一波的爹叫的最狠 所以呢 他们这些个红二代的里面呢 下场最惨的就是薄家 薄一波干脆去监狱了 是不是 仔细想想 真的是蛮不可思议的 不管怎么样 你再怎么定 你也不能把薄一波新来 送到监狱里面去吧 毕竟他是红色的 正儿八经的革命后代呀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 共产党的窝里头就这么有趣 说当时这个胡耀邦批斗的时候 对胡耀邦最好的 战纯的为胡耀邦打抱不平的 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习近平的爹爹 习仲勋 说你们在干什么嘛 你们要搞文革嘛 什么 党内这样搞嘛 这还像话嘛 是不是 我们吃的苦还不够嘛 说的很好的 结果没想到 风水能溜转 现在要让习包子 按照胡耀邦下台的模式下台 胡耀邦下台怎么下台的 辞去 自己主动辞去总书记的职务 完了以后 党中央国务院下发的一个文件 是不是 批评了这个胡耀邦 在资产界又自由化的问题上 犯有这个阻挡不逆的错误 完了以后建议胡耀邦同志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 完了以后保留中共中央委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这个政治的身份 所以胡耀邦下台以后 很长一段时间还是坐在主席台上面的 因为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你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那时候还没有25个人 只有十几个人 也是一个大官呢 是不是 你想想习猫子为了把胡耀邦排挤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宁愿他妈的只有24个人 所以到现在还只有24个人 很多人都是莫名其妙的 你24个人 那你要投票你怎么投票呢 12比12都白亿了吗 是不是 习猫子就没打算让你投票 这农子的儿子 一个大摆设 你如果实在不想让胡耀邦当政治局 委员你补一个呗 哪怕让你家老婆彭丽媛当政治局委员也可以啊 偏不 我就这么量着 习猫子做事情是毫无规矩的 你以为呢 所以他说曾经红是出离愤怒 搞得推不像话 连手温家宝 逼着习猫子下台 建议习猫子辞职 然后保留这个政治局委员的身份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 习猫子今年所谓的四中全会要下台 第二 习猫子下台以后不再担任总书记 这个何军委主席 第三 他还是政治局委员 是不是 所以政治局委员可以兼什么呀 可以兼任国家主席呀 就这么一个局面啊 是真是假 西庭尊便 你说了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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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